151截取瓜糊中置串的这个范例 把它打开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是希望啊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把 A栏里面的资料 那A栏里面的资料如果是有瓜糊的话 把瓜糊里面的资料 把它 这个抓取到那个B栏的地方 那当然你可以看到原来的资料原来的范例档案上面 是已经有公式的请你把它选取是按delete 也就把这个范围先先清除掉 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希望可以 很快的当然不是土法列纲了不是叫你说呢你在这个 资料上 瓜糊的地方点两下然后按Ctrl C 然后直接在这边把它Ctrl V 如果你是这样做事情的话那当然了如果这个资料量少还可以啦如果这样一多的时候呢 你要光要把这件事情做完那当然 就会非常的耗费时间 尤其像现在大树区 资料量其实相对于 一般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的其实是非常非常多 几万笔甚至几百万笔都有可能 那当然就不可能说用土法列纲的方式来完成了 所以如果今天呢我希望可以把 这件事情做出来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OK 首先的话呢 可能当然我们能做的事情 前面有讲过了要不就是用插入函数 OK第1个 要不第2个的话呢 我们做完的资料假设 不需要每次都重复做的话 那其实我们可以用什么用录制聚集 或者是 写那个VBA的部分 OK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把前面所学的东西 再把它 这个 带到 这边来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 看一下 这个地方该用哪些函数 首先第1个 各位 可以稍微找一下 这个部分的话呢 插入函数里面 你可以找到这个有关文字类的函数 OK 第1个 文字类函数里面的话 当然这里面哪一些函数呢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你可以找到这边 当然往下找 第1个你可以用这个 文字类函数里面有个叫fine的函数 OK 那fine这个函数的话它主要的 作用 就是帮我找什么 找 这个 资料里面有没有刮糊 有没有 如果只要知道什么 有前刮糊 然后呢有后刮糊的话 那我就可以把前刮糊的下一个字 到 后刮糊 的前一个字 这个资料可以把它搬过来 所以第1个我可以用什么fine函数 第2个的话呢 那当然我可以用什么 用另外一个叫me的函数 me的函数 那利用这个两个函数呢 我可以做到说 我可以把资料提取过来 这个动作 那做法我大概先 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第1个 你可以用fine函数 fine的话呢 首先的话 他会跳出三个问题 第1个是fine test fine test 他意思说 这边有叙述 他说你要找的那个什么 文字串 其实意思说你要找什么 哪一个字 那我们要找的是前刮糊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 在fine test前面 这个刮糊里面呢 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前刮糊 然后第2个问题 第2个问题是fine fine是在哪边找 在这边找 OK 那你会发现呢 只要你给这两个参数 之后的话 他会告诉你说 你的位置在第3个 意思说 123 我在第3个字 帮你找到 有没有第3个字帮你找到 是前刮糊 OK 那这个有什么帮助 其实我们可以找到前刮糊之后的话 我们在用什么 用me的函数就可以切割了 所以你可以先按确定 那他得到3 再来第2个的话 当然这个公式还没结束 你可以再把fine函数不包含等号的部分把它剪下来 好那再插入 插入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什么 用那个第2个me的函数 那me的函数会有三个问题 第1个问题是你的资料在哪里 好资料在这里 第2个问题是 STAR STAR底线number 意思说从哪个字开始 你要抓资料 那从哪个字 从 刚刚的公式贴过来就可以了 第3个字 第3个前刮糊 所以要从第3个字刮糊的下一个 因为刮糊不要 我要从 第4个字开始 所以把他加1就可以了 OK 那第3个问题是 那你要几个字 几个字 123是5 你总不可能说输入5吧 OK 因为 这个是5啦 可是下一个字变4嘛 下一个3 所以长度不一样 这怎么办呢 有个方法 你可以 一样再把刚刚的这个公式贴 贴上之后的话 那特别注意 你可以把贴上的公式 本来的前刮糊改成后刮糊 那你会发现他会找到第9个字 第9个字 那怎么知道是5个字呢 再把它什么 减掉 减掉什么 再把那个 刚刚那个 前刮糊的 这个部分呢 把它什么 放在后面 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位置是9 这个位置是3 那其实理论上应该是 我们要9 减掉应该是减掉4才对 对 那 只是说我现在呢 是先把 找到前刮糊的位置把它减掉 可是你会发现 如果 如果我现在呢 按确定的话呢 他会变得多一个后刮 为什么多一个字 为什么 因为我们 理论上抓取 是从第第4个字开始 不是从第3个 所以这边后面的公式必须它叫什么 把它减一 OK 减一之后的话呢 刚好就5个字 5个字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按确定 所以这个就是 最后的第1阶段的答案 OK 所以特别说 第1个我们是先fine 前刮糊的位置 第2个的话是在用mid 把前刮的位置加1 然后 后刮糊的位置减掉前刮 再减1 所以这个第1阶段完成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们基本上呢就可以把那个刮糊里面的资料呢 可以把它提取出来了 OK按确定 来看一下结果 是不是符合我们要的 你会发现这个OK了 那我把它向下填满 如果在向上填满的话 诶 这个地方呢 又出现了几个错误讯息 什么错误讯息呢 这个地方 多了一个什么 请开头的资料 后面加个value 惊叹号 以后如果你看到这个讯息的话呢 表示说这是有错误的 请开头的就是错误 那哪边出现错误 因为 你如果给那个 fine 要他去寻找的时候 那寻找什么 寻找前刮糊 但问题资料里面的并没有前刮糊的话 这时候的话他就会跟你提示说 你 资料有错误 什么要有 就是你给我的资料并没有前刮糊 也没有后刮糊 那所以呢 这个资料是有错误的 那怎么办 理论上 当然呢 最后 如果你不希望出现 仅 Value错误的话 当然也不是叫你图把链钢 把它delete掉 delete 你可能要delete好多次 最后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再用另外一个函数 叫做ifl 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你可以找到那个逻辑 里面有个ifl 这个函数的话呢 主要就是说 如果你公式里面的结果是错误的话 他可以帮你过滤掉 OK 那怎么做 我想先到这边好了 所以请各位先 第一步 建议是直接从 B3 这个储存根 你不要从B2 因为B2里面没有刮糊 你会出错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